主料,高筋面粉280克,低筋面粉120克,糖80克,奶粉16克,鸡蛋60克,黄油48克,辅量,水196克,盐1克,酵母4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将酵头高筋面粉140克,低筋面粉10克,酵母4克,糖16克,水160克。 1克原料全部混合均匀,用橡皮刮刀搅拌均匀即可,盖保鲜膜发酵,表面成蜂窝状即可,将酵头与主面团,高筋面粉140克,低筋面粉10克,奶粉16克,糖64克,盐1克,鸡蛋60克,水36克除黄油外的全部原料混合均匀,放归焦点上开始揉面,揉至面团光滑出现筋膜时, 加入黄油,揉至可拉出大片薄膜,手圆入盆盖保鲜膜进行基础发酵,发酵至二倍打,用手指粘干粉戳下去,动口不反弹不塌陷即可,取出面团均匀跟成六等分,取一份面团,改成长桥状,发面顺长俊起来,搓成长桥,将长桥对折,右手按住两端,左手旋转两周, 将两端接头塞进人圈里,全部做好,摆进模具里,我的原模放了五份,另有一份用别的模具装好,放入烤箱二次发酵,约一小时,照满模具,烤箱180度中,下层烤30分钟左右即可,烹饪技巧。 这个面包帮发酵完成后,无需松弛,可直接分割整形,面团很听话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